只要站著一百萬人在天安門廣場 他能怎麼做?他都傻了嗎?可能嗎? 廣州一百萬、天津一百萬、深圳一百萬、北京一百萬 72小時就結束了 再一個有良知的中國人把火車給他停了、飛機給他停了 管天然氣的給他關了、電廠給他關了 72小時這些老三們都凍死他們 他就哪個武警特警不是我們老百姓生的 哪個特警不是我們老百姓的孩子? 你不就真的忍心把你爹媽困死了、把你姐妹在家困死嗎? 他們沒老婆沒孩子嗎?今天你不被困、明天你不被困嗎? 如果你覺得你不被困看看林彪、劉少奇什麼下場、彭德懷什麼下場、朱德什麼下場 所以我覺得中國可能是瞬間共產黨就被消滅 這幾個老三們被消滅 中國的春天瞬間即將到來 更好的消息聽著習太陽 這兩天身體的反應很大 如果這一刻上天幫我們做了裁決 那就是感謝萬福萬神了 我們的祈禱起作用了 更重要的我覺得國內的戰友們 國內的同胞們 那麼多人給我發信息 我沒辦法一一的回 我只能告訴大家團結、反擊、合法地推翻 讓你沒有任何理由的全家死亡的這個政權 這個制度必須行動 而且必須要堅持住 你能忍得住這幾天72小時 你就擁有未來的70年、700年、7000年的中華民族的未來 否則一切結束 這個世界不要指望別人救我們 只有靠自己 郭文貴就是你們最好的例子 我的一生就是靠我自己 我從來不想只靠任何人 我也不想依靠任何人 我現在希望的是每個中國人都能這樣 共產黨你完蛋了 我現在認同一條 我現在決定說 我沒有任何人 認同的 我現在不想得了 在跟黃金的天的地區 我其實那個可能性的 那已經到底問了